你赞成我的看法吗 所以我为什么不愿意去责备那些超的人 因为我也知道很多人是用超来的 对不对 我也不是没有超过 我不责备你们 因为你肯来这里听经 那已经难能可贵了 对不对 真的已经很难得 你的孩子小嘛 你要养他 要吃奶嘛 你没有办法 很想听师父上课 还是又没有时间被不考试 师父又说 又砍掉 又怕被开除 没办法 那只有用脱钞的 了不起的作弊啊 真是了不起啊 这种作弊的求学精神 哪里可以看得到 只有文书讲他看得到 好 讲一下是很危险的 真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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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关系嘛 你就操嘛 没办法 你有容易心的人让师父看到多干净啊 人家认识的 认识的 认识的事 多尴尬的事情啊 算了 我这个人也不责备人家 背一点是比较好啦 我们讲实在话 你不背的话 你将来你做什么呢 背一点嘛 不要偷看嘛 拜托嘛 现在他如果在操 他要看这样 看书记就 看书记就 哈啰 我也知道他在操啊 你如果是一个 这个很简单的 人可以骗人 眼神骗不了人的 对不对 因为你在操 你一定要看师父有没有来啊 对不对 那你一个人有背的话 他根本连看师父都不要 你看我干什么 你一个人有背 你需要看我干什么呢 对不对 所以一个人看人 他又不敢正面看师父 哎 操得这么痛苦 你就 我的温存 你就干脆骨本拿起来 都要定操就好了 对吧 哎 不好意思 对不对 哎 因为我以前也操过嘛 对不对 作弊这个大家都会啦 嗯 好了 一 一 ABCDE的一 一的吸气 哦 这个吸气啊 不容易了解 但是我们用一种比喻啊 就很容易了解 比如说你每天泡茶 你每天泡茶 泡茶 泡习惯啊 这个茶叶 这个茶叶啊 泡茶的这个瓶子啊 你把它洗干净 你还闻到什么味道 茶叶的味道 奇怪 这里面一点茶叶都没有 可是那就什么 那就有茶叶的气息啦 这就是习气的可怕 习气的可怕 真的 我们自以为是圣能的人 每天去造业啊 将来就被习气所束缚 这句话你要好好的记住 你不要自以为你去圣能啊 你拼命的造业 你就被习气所束缚 这个习气啊 很容易看得出来 比如说一个人讲话 他的习气很重 手势啊 就做得很很大 很夸张 很夸张 你看一个人在讲话就知道这个人习气很重的 虽然他欠佛欠十年了 他讲一讲一讲 这个手就自然抬高了 手就自然 就是这个动作出来 吸气啊 你每天泡牛奶泡牛奶 泡酒了 把这些牛奶倒掉 这个杯子里面就有牛奶的味道 就有牛奶的味道 一个人我慢习惯啦 你讲他 他就会跟你顶嘴 这个吸气没有办法 很难 然后他会变得一套套对的理由出来 你听起来好像是又好像非 所以啊 我说是非怎么能听呢 你研究过我一次这个是非怎么能听呢 透过一个没有智慧的人讲 这个什么好事情给他讲也坏得不得了啊 对不对 透过一个圣人讲出来 坏得他也把他讲得很好啊 凶量大的人 他怎么会去讲别人的不对什么样子呢 圣人的心中他没有是跟非 他看一切事情都是那么圆满 他讲出来的话就是那么可取 那么伟大 那么包容 那么宽恕 一个凶量小的人 你给他讲起来 每一个人都是坏蛋 全世界没有一个好人 有 我的徒弟就有一个这样子的 在他的口中 我没有听过他讲一句人家的优点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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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常常劝他 你为什么不多赞叹别人的优点 在你的心中 为什么没有看过人家的优点 他告诉我说 师父你有没有感觉这个世界没有好人 我说 我觉得奇怪 这个世界那好人怎么这么多 坏人很有限 就像我碰到大家 我就因为大家都是好人 在我的心中 奇怪 怎么每一个人都是好人呢 奇怪 怎么我跟他生命观 怎么都不一样 我接着人家来攻击我 伤害无辱 我觉得这个也是好人 了不起 叫你敢 你敢毁谤师父吗 你敢吗 他就扮演这个角色 你敢吗 他就做 你所不能做 大雄宝殿就是他 他敢做你不敢做的事情 他敢做成就我道业的 你敢吗 你不敢 他敢做这个下地义的 你就没有这种能力 你不敢 他也是善知识 你说对吗 了不起 他也是很了不起的人 受苦是他吗 成就的是我们吗 你为什么不庆幸 你能够碰到这种人呢 我对你没有你敢 你不敢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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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不敢做 我头脏 你不敢做 你不敢做 我今天常常讲 我今天还好写佛 真的 我今天还好写佛 我今天没有写佛 我叫他死十次 真的 真的 你看 习机又来了 你看 习机讲一讲 习机又来了 你看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人 还是受习机的支配 很难 我这个恨真的很难 还好我们会关照 关照自我 关照反省 要不然发疯了 真的 所以说 真的 一个人没有写佛 我真的 你自己不敢做 真的很痛苦 这习机 习机 这个很难 很难 很难 再来 银 是善 恶 银地上来讲 他有这个善 跟恶 这习机 也不断 不容易断 那么 这个果报 是无忌 这果报 为什么无忌呢 因为没有所谓的好 都说的坏了 受这个 这个 这个报应 艺术国报 有间断 习气不断 什么叫习气不断 习气断的话 那就成佛了 我们的习气不断 习气不断 这个女孩子的习气 看到镜子就拼命的照 那习惯了 男孩子要讲起话来 我是怎么样了不起 我是怎么样 女孩子犯的过错 大部分都是爱眉 过马一墙 嫉妒了 还有就是不信任别人 疑心疑鬼了 女人的通病 男人的通病 就是狂妄自大了 谁都不服输了 就是这样 现在的哲学名言 就是谁怕谁了 就是男众的 你不怕我也不怕你 你不扫我也不扫你 男众就是这样 我也有 我不是讲他 我是讲我自己 男众都有这种习气的 这恶取相熏 把名拿起来 恶取就是能取的心 所取的静 能取所取 这个叫做恶取习气 能执着的这颗心 所执着的境界 互相信寻 互相信寻 相熏 就像啊 入刨一之事 久而不亏其臭 入自然之相 久而不亏其相 对不对 恶取取取 就是能取跟所取 能取就是用执着啦 所取就是用境界的存在啦 这位翻开三十四页 F 在还没有讲以前啊 这个啊 需要对种子认识一下 这个种子在维世学是列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 种子是列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 种子分三类说 一生起说 有先天性的 就是本有 有后天性的 就是心心 一有漏无漏说 一三性的善恶无忌说 那么说我现在谈的 你们要注意慢慢的听 然后把它听清楚 从现在啊 开始啊 你们就必须要好好的稳住 应用你们的智慧 来听听看这一段种子的论 种子的意义 凡一切有漏无漏的色法和心法 没有一样 不是从第八式阿赖也是的功能开发出来的 这种能够开发出来的功能 就是我们所讲的种子 也简单讲就是潜能啊 这个种子也可以把它解释说是潜在的能力啊 但是这个种子的条件 必须要具足六种性质 种子的定义很不容易的 第一个要撒纳灭 就是撒纳之间有变化 撒纳灭 灭啊 灭除的灭 撒纳就是一直在变化 才能叫做种子 没有变化的就是本性 会变化撒纳撒纳之间生生灭灭的 接着 第一个条件 这样才够这个做种子 第二个 果具有 果报 具 具一个人物再一个工具的具 具有 有没有的有 撒纳灭是第一个条件 第二个条件 要作为种子的条件呢 果具有 意思意思就是说 一定会遭受果报的 才觉得种子 不会遭受果报的哪里算是种子呢 将来一定会引出 有一定有这个果报 一定有这个果报 跟它相随的 就是果具有 再来 横水转 永远随着 转动 不能停止 这个才能 构成种子的第三个条件 第四个 叫做性决定 性 本性的性 决定 性决定 就是说 是善的 或者是恶的 不可以混为一谈 善是善的种子 这个性就决定 恶就恶的种子 有无忌就是无忌的种子 这些决定 再来 第五个条件 待种缘 等待的待 大种的种 因缘的缘 待种缘 你一定要等待这个种缘合合 你种子 才能够发出来 那么 种子对因缘来讲 那就是必须要等待 没有因缘会合 虽然你有种子 也没有用 你就像诸位 你们每一个人 都有先天性的本性 先天性的智慧 而且我们需要因缘 对不对 才能够开采出来 才能够开采出来 第六个 隐治果 皆隐的隐 自己的治 果报的果 隐治果 隐是善的 那就隐善的果 隐是恶的 那就隐恶的果 谁都代替不了 谁都没有办法取代 谁都没有办法欺骗谁 刹那灭果具有 恒水转 恒 永恒的恒 随 随的因缘的随 转 转动的转 恒水转 性决定 代重元 隐治果 要有这六种性质 才叫做种子 这个很重要 要不然种子 你随便定义的话 你就会乱掉 这就是所谓种子的六种意义 刹那灭 我再详细的解释一下 什么就是刹那灭 就是种子 必须刹那刹那生灭变化的意思 为什么呢 因为因果是建立在生灭变化的假名上 他不是像这个常住不灭的 不生不灭的捏盘法 无违法 这个无违法捏盘法 其实超越因果 其实不能用因果去把它定论了 比如说一颗种子种下去到树 树木成长 那中间当然要有变化 你不变化什么叫因果 不变化怎么讲因果呢 所以因果必须要建立在生灭法里面 所以成佛叫做不灭因果 其实说他面临这个因果 可是超越这个因果的束缚 叫做不灭因果 不灭因果 如果说邪佛要落因果的话 那他怎么能够成佛 如果说邪佛不落因果 那就变成断灭的外道 所以说中道不灭因果 既面临因果而超越这个因果 因果是生灭法 如果是学佛的话 离不开这个因果 那时释迦牟尼佛永远是变化的生灭无常 释迦牟尼佛是赋因果 要富起这个因果 要超越这个因果 超越这个因果 那么因此啊 种子必须要撒那撒那撒那生灭 这才就是有意义啊 如果说不变化 那就无违法了 不生不灭法了 那就不能在这个种子的定义上了 不可以 果具有 意思就是种子虽然撒那撒那生灭 但是他所生的果 一定要有能生所生两种条件的和合 换句话说 种子其现行的时候 他能生的种子和所生的现行 必须要同时具有 不得相离 意思就是要因果 因跟果合合 果具有 我再讲一遍 这个可能比较难一点 种子必须要撒那撒那的生灭 但是他所生的这个果 一定要有能生跟所生的条件 对不对 有能生跟所生的条件 你没有能生的条件 只有所生的 那也不能生 你有所生的条件 没有能生的因 那也不可以 换句话说 种子其现行的时候 他能生的种子和所生的这个现行 必须要同时 你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内心里面 爱听佛法 你就追求佛法的这个欲望 这个种子 你现在习惯 跑来文师讲堂上课 这个种子马上起现行 但是马上起现行 因为你有佛法的兴训 然后继续又同时要兴训这个种子 知道吗 就因果同时 有因果和合 这个才就是种子 就是你种子起现行的时候 当下 这个就是果 再来 恒水转 这个种子不但要沙拉沙拉生灭 而且要联系不断 对不对 在诸法当中 只有第八一世 有上述的六种功能 六种功能就是 沙拉灭 国具有 恒水转性决定 带中原引致国 有六种功能 所以种子当然也要跟第八一世流转 种子要跟第八一世流转 配合着第八一世去转动 你人识了 第八一世就带走了这些种子 听得懂吗 人识了 第八一世就带走你这些种子 继续去投胎 所以我们的意识里面有无量无边的 意识的种子 那看你哪一个种子强 就来转世 性决定是指因果的性必须相同 性决定 这个就是善就是善的 恶就是恶的 不可以互相违背 善应得善国 恶应得恶国 皆不可混乱 带中原 种子一定要等待因缘 和和 才能够发生这个国报 种子如果单独起来 这怎么可能呢 决定不能单独起现行 没有因缘 那就不能起现行 这就是针对外道的自然生的 外道一切都是自然 佛教讲一切都有种子 都有因的 都有原因的 最后一个引致国 总之除了上述五种意义以外 必须要设法跟心法 各赢各的国 各自赢各自的这个国报 比如说 比如说 你前世 你前世 杀生杀的太重了 你还有一点福报不失 你来世一出生 你就残废 还没有变成猪 但是你已经残废了 那为什么呢 你这个设法 你前世伤害太多的设法 他伤害太多的众生 你引来的这个念头里面 就是杀杀杀 你这个杀就杀掉自己里面的设法 引自己的 我再从无讲一遍 六根 六成 六四 十八界 各个不同各个的种子 设法有设法的种子 心法有心法的种子 你一定要弄清楚 不要搞不清楚 不要搞不清楚状况 我说为是难 就是难在这个地方 因为从来以前没有听过 听起来就很吃力 很吃力 好 那么心法有心法的种子 有的人一出生 他的恨 就很强烈 他不晓得跟他父母亲结什么冤草 他就很恨他的父亲 要不然就喊恨他的母亲 有的人就是前世 就是有恩爱 他一出生他就非常喜欢他的父亲 非常喜欢他的父亲 在日本呢 这种情况很严重 因为日本都是一起洗澡的 在日本呢 哥哥跟妹妹发生性的关系的 非常的多 非常的多 人不是圣能 这一关没有一个可以控制得住的 控制不了的 那么 那么这个在日本里面呢 很多都是这种情形 结果他的孩子一问 竟然是他自己哥哥的 要拿也不是 要不拿也不是 要拿他问 这是谁的啊 有哥哥的 你要不拿 你说你要将来怎么样做人呢 你将来怎么做人呢 你怎么在人情当中站立呢 所以那个心 那个念头啊 就是有素氏的因缘 比如说他前世是跟他爸爸是夫妻 他今生今世 他是一个女儿 可是他很奇怪 他就非常喜欢他的爸爸 真的喔 这个都有素氏的因缘喔 包括出家人也是一样喔 这个出家人 你前世跟谁是夫妻 你不晓得的喔 他看到师父 他就很喜欢师父 你怎么样讲他还是嫌喜欢的 他是不敢嫁给我 但是他就很喜欢啊 你问他什么原因都不晓得啊 你就是有缘嘛 你怎么样讲就是 也许 这个生世世世就是有夫妻的缘 对不对 这个就很难讲的东西 所以这个因缘啊 碰到 所以说佛法 修行人欲难西避 对不对 避开就好 避开就好 这个因缘尽可能不让他居住嘛 你总之没有这个因缘 这种子没有办法 今生今世一过来就好了嘛 很难讲的喔 真的喔 所以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共同的因缘 也有诗人的因缘 有的人就是很恨师父 我没有得罪他 他就一直跟我伤害 我也不晓得问他为什么 所以到底喜欢不到 还是我伤害到他 我只是说 你问他什么原因都不晓得啊 他就一直想伤害我啊 那就是前世的因缘 轻轻落到人家的风景 才会这样子嘛 所以这个都有因缘 你也不必怨恨谁 不必怨恨谁 真的 因此啊 这个业力本身就存在 你喔 女孩子喔 假设说有一个男孩子 拼命的死蚕活蚕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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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蚕蚓 不放 那你就前世欠他 你就很麻烦了 你中世的人不知道怎么怎么拼 你中世的人不让人感忧 这世的人不让你感忧 对不对 有的时候很安全的喔 没人在拼 他拜托人跟拼人 又不想插他 那实在很帅 真的 那实在有够安全 那走出去也不可能发生怎么 也不可能的问题 前世他也没缺人 他也没去跟拼人 也没有 他长得实在太安全了 所以这个设法由设法的种子产生 心法由心法的种子产生 中间都是因缘 这些两个字 因缘法 是丝毫不能插错 丝毫不能插错 那么 上面所讲的这个种子 也分成两类 一个 本有的种子 第二个 就是信心的种子 本有的种子 就无始以来 就是在第八阿赖耶士的字体中 能够开发万法的功能势力 这个从读书就看得出来 你不相信吗 我有个同学 他这个从小 那个智慧就是很高 怎么读书就是第一名 你怎么读书都没有 怎么读书是前校第一名 那些有够厉害 从小就是这么厉害 他也没有什么补习 因为读书好得不得了 对不对 他连考 台大 医科的 他怎么考怎么上 他闭一个眼睛考也是台大医科的 所以说啊 书不是今生今生念的 你应该相信师父这句话 书绝对不是今生今生念的 你看一个人一个人的智商 那个智慧就是不一样 有的人一出生那个眼神很厉害 你一讲什么他就很有组织系统 像我这个人一出生就很有表演的天分 这没办法 真的呢 我这个不晓得是什么星座的呢 一出生就很有表演的天分啊 歌后又好 嗯 有一个跟我说我讲不太听 歌后又改 我说你这样讲无聊话 你知道吗 有一个阿婆 六十几个 听听听跟我说你知道吗 我说是 哦 我就明明知道你在改 我也很爱听你在转 我说这句你很无良心 我说的都有根基 你怎么说我往往改 他说不是啦 我是说你 很奇怪 连我这六七十个都给你这样买的 那真奇怪 他当时就很赞叹啦 但是我跟他讲 我们这个讲话是要有根据的 不是说你随随便便讲的 有的人就是没有办法 没有任何演讲的天分 他一讲起话来 就大字 有些人 讲起话来 人没笑要自己搁搁搁搁搁 看人没笑 不好意思 他没有这口演讲的天分跟天才 所以说 由这个读书才艺 就可以看出这个先天性跟后天的肯定了 只有佛教讲的这个道理 我会心服口服的 你哪里又是像上帝讲的 創造的 上帝给我创造157.5 还要用45日才达到158 你算什么上帝啊 还要用一个45日 才达到158 你想想看 这个谁要这种身材 你要吗 给你好了 对不对 这这种讲不通的啦 所以佛教讲的这个维世纪 就是很清楚 有先天性的 有后天的信息 这个本来就如此吧 这样讲不讲 讲得通 有的那个小孩子 你知道吗 我对这个唱歌有办法 可是我对那个夜谱就看不懂 我那个小鬼五六岁 那个夜谱就 我这样看都没有啊 他这样担得很厉害 五岁而已 就很厉害 他会弹呢 你知道吗 我只会做鬼脸而已啊 我小时候 很腻的 这样 敢打着 这招向队 我们也整天在跟人家玩 然后我们那个老师说 这个你以前真的没办法 他头脑又聪明 然后 调皮搭蛋 还很疼 因为会读书嘛 读书都第一名嘛 对不对 那老师就很疼爱你啊 就是啊 没你讨厌话嘛 你智商高 这个人很奇怪的 你虽然这个 这个人不很高 但是你那个智商很高 这个连你孩子都很欣赏你了 就像我们的读书 人家这个小姐 她看到你 读好学校 她就很看得起你 对不对 所以人会骄傲都是这样培养起来的 就是这样子 所以 有智慧的人 有大脑聪明的人 不可能没有慌望 不可能没有骄傲 像我以前在台中碰到一个石砖的 这个石砖的 我听起来是要倒大 这石砖的 噴到人 他每次一定介绍这一句的 介绍哪一句你知道吗 这个石砖的 你也听着他在介绍你就回去 我告诉你 石砖 比台中一中更难考 每当的人一定说这句 有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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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参与修杜 对不对 我自我介绍 我说 石砖的比台中一中更难考 对不对 他很不好意思 我说 你为什么每次都要讲石砖的 比台中一中更难考 对不对 你说 何必要这样子呢 对不对 我这个台北那间 我就要没讲出来 你只要一直在讲 也不要这样子嘛 不需要这样 所以我们人 那个臭端也是先天性的本能 你也有这个狂妄的习气 没有办法 所以这个读书 或者是才艺 这个都有牵涉到先天性的东西 所以本有的总是就是 无始以来 无始节以来 就在第八一世里面 自体中记住 而能够开发出万法的 这个功能跟势力 这功能就是种子的别名 功能就是种子的别名 又就是潜能 同时也是表现它的特性 在哲学上讲就是性能 性能 能是含有力量跟作用 种子的定义就是力量跟作用 这样就更直接更了当 所以正如一个戒指中 含常着无量种子的功能一样 有庞大的性能 一个种子 一点点 一点点 你看也看不到 一摘下去 将来开发 结果 无量的种子就出来 庞大的性能 那 因为这是先天固有的 所以一名本性注重 本性注重 如果没有本能 你想想看 什么甘罗13岁百相 现在罗杰 罗杰知道吗 智商高达200 十二岁 十二岁把博士读完 十二岁智商200 200 200 一天是智商200 那个数学 那个天文一看 那就通 达文西 你知道吗 达文西 你听过吗 发明家 大发明家 达文西的智商 五百六十五 世界最高的 达文西 五百多的智商 那样要怎么计划 那样一本车 看了 天气我看就通通 五百多的智商 吓死人了 这里面的智商 我认为超过一百的 已经很少了 你不相信吗 我考你一个题目 你要考吗 你相信我考你一个题目 我现在用智商的考试法 风从东南边吹 骑子往哪边飘 马上讲 你还在讲西北 你看 一断南风车去 要怎么继续晒白 智商就是这样 让你没有失所的毅力 你爸爸多年二十岁 二十年后 你爸爸多几岁 四十 这个就是智商白痴的 反应最慢的 这个智商就是你 你不能动到念头 一看就知道 这IQ 反射 这种反射的力量强的不得了 其实智商高的人 智商低的人 要讲什么 搞不清楚状况 你认为智商 我告诉你 义官要九十 你认为智商你有九十吗 我告诉你没有 平常的智商 有六七十已经不得了了 不相信我用那智商考书 来考一次看看 崩下去了 五十 三十 有的更厉害 零分 八七 你不要以为你自己讲 我智商超百里 神经病 你智商百里多高 你知道吗 智商一百二已经相当高 吓死人了 没有那么容易的 先天性的东西 再来 后天的就是欣喜的 这个跟本有种子相反 不是原来的 而是互相欣喜而来的 这个就是要努力了 所以我们 有天才 但是我们更需要努力 古人讲的 有天才 但是我们更需要努力 所以毅力比聪明更重要 古来 这个伟人都是这样劝告我们的 毅力就是长眼心 比聪明更重要 我们学佛就是这样子 发长眼心 这是因为七转式的作用 在第八意识的字体中 在欣喜现行的欣喜器 所以就是欣所成种 所以一种叫做本性度种 一种叫做欣所成种 诸法的发生 一定要见到 见到无肉制 那么无肉制 只有从本有的种子生起 其他的一切法 都有两种 一种叫本有 一种叫欣喜 记住喔 无肉制就是成佛的本性 那就是先天性的东西 那么其他生命法 就是本有跟欣喜的 再讲一遍 无肉制只有本有的 没有欣喜的 本来就有的 你是现在把它开采出来的 成佛也是我们本来就有的 那么生命法的有肉法 烦恼是本有跟欣喜的 欣喜的两种 先天性跟后天的 错综复杂的 两种种子的和和而生 种子因为它的性质 所以分为有肉跟无肉 有肉的种子又分成两类 一种叫做明言种子 第二个叫做叶的种子 那么这个明言的种子 底下又分成等流吸气 还有这个有肉的 一夜的吸气 有肉夜的吸气 那么这个明言 种子又分成共相不共相 一夜又分成共业不共业 无肉的种子只有生空 跟生空无肉跟法空无肉 还有恶空无肉的种子 那么修行分见到无肉 修到无肉 无学到无肉 种子这个种子很多 艺名也很多 那么今天的这个课程 这位现在大致上先翻开三十四页 维世学的基 我们现在讲到种子这个本有 有心心有肉 无肉明言 表意显静明言 我直共有不共有等流 业有之共业不共业 义俗 我们现在还是要讲等流 习气跟义俗习气 就是讲到等流跟义俗 那么在这个地方你们先不要紧张 这个F G 跟 H 必须要等到我这个 把这个全部解释 我会再把 F G H 整个加强 重新再讲一遍 那么现在啊 你要稳住 稳住 现在讲本流习气 义俗习气 你今天所要做的工作就是你要注意听 你不注意听 就会听不懂 今天讲了 那有百分之九十百分以上的人 他会听不懂 我在讲什么 只有百分之十的人听得懂 等一下你就会知道 所以你今天的耳朵要挖得很干净 等流吸气 我尽量把它用浅显的 让你最了解的 今天讲的是很不容易的一段维世学的观念 什么叫等流吸气呢 等流 譬如说黄河 黄河的上游 假设是黄色的 流到下游也是黄色的 这是苹果的根 那开出来 那必定是苹果的种子 的果实 换句话说 如是因就是如是果 而果从因得平等 名叫做等流 等流 换句话就是说 就是平等的因果 你造什么因 你必得什么果 这一点都逃不掉的 所以吸气 就是无形种子的力量 我们种子是 一般来讲是指田地 摘种 那就会生根发芽结果 我们只要有这个吸气的存在 无形种子的吸气存在 将来就会有存在的很多的 叶的存在 这个果报 因为七转式的善恶无忌等作用 什么就是七转式 七转式就是 眼耳鼻舌生意摸挪式 这七个是像大风大浪的 在八式里面滚滚滔 滔天大浪的一直造业 就是七转式 这个转就一种转动不停止的造业 造什么业呢 就造善业 恶业 跟无忌业 所以七转式的意思就是 七个是拼命的转动 拼命的造业 就是七转式的用意 这七转式所信息的种子 是指能够生八式 三性诸法的轻因缘的种子 这个什么意思呢 意思就是说 这七转式拼命的造善恶无忌业 然后落地八意思 然后形成将来八式的 轻因缘的种子 八式就是 炎耳鼻舌生意摩纳斯阿拉耶士 三性就是善性恶性跟无忌性 意思就是说七转式造这个心虚的种子 下去 然后将来会变成 八个式跟三性千因缘的种子 意思就是说 七转式造善恶无忌 然后兴起在第八意思 然后将来这个第八意思的习气存在 然后变化成未来八式三性诸法的千因缘的种子 等流这个等就是相似的意思 相似的意思 是名种子 那么流就是一种流类 类就是万物归纳同一类的类 一个谜在一个大 右边在一个叶 有叫无类的类 流就是流类意 流类意 什么叫流类意 同样的东西叫流类 这个叫做果 这个就是根据主得名的 这个主就是因 就因的本身来讲主要的 意思就是说 这个果是对因来讲的 而产生连锁的相关